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设计模式之职责链模式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这节课我们分为如下三个课时进行学习 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职责链模式的概念解读 我们依旧用这种文字的方式和拟物化的方式 对职责链模式进行相样的概念解读 我们再来看一下职责链模式的作用和它的注意事项 最后我们来用代码实战一下职责链模式 然后对我们上几节课学习的东西进行一个相关的总结 那么职责链模式用的也是非常广泛 希望大家好好地理解一下职责链模式 我们来学习一下职责链模式的概念解读 那么首先来简要地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我们分为文字的方式对职责链模式的概念进行解读 我们再用这种拟误化的方式对职责链模式的概念进行解读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文字是如何来描述职责链模式的呢 职责链模式是使多个对象都有机会处理请求 从而避免请求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偶合关系 讲这个对象连成一条链 并沿着这条链传递该请求 直到有一个对象处理它为止 那么大家读了这句话应该有一个认识 整个这样一个链连接的是谁呀 连接的是不是我们整个一个任务的发送者 和我们这些无数的请求者 我们会经过很多这种处理它的对象 直到最后把这件事情办完 然后链中收到的请求的对象 要么你就亲自把人家这个发送者的东西给处理了 要不然你就告诉下一个候选者 提交方他也并不知道 有多少个对象会处理他发出这个最终的请求 那么任意候选者都可以响应相应的请求 但是你想应完了之后 刚才说了 要不然你就结束这件事 要不然你说办不了 那么你就给下一个候选者 可以在运行时刻决定哪些候选者参与到我这个链里来 就是他有很多候选者 只要我当前这个任务没有结束 那么我就可以拉这些人进入到我当前的队列里边 大家可能读了这样一段文字 不是非常的能理解职责链 那么我来看一下这个你误化的解读 首先我们大boss 非常有限 对吧 现在接到了个任务 大boss接到了任务说干一个PGP的开发 那我们的boss总不能写代码 对吧 所以说他往下发送任务 别别看啊 发送给谁呢 发送给我们的项目经理 项目说啊嘿嘿 老板这事我来吧 那么他又不写代码 他给中间又非常那个啊 他把这个请求又给了谁呢 给了我们神奇的coder 那coder接到了这个请求 那没办法了 开始干活 把这个职责链就给结束了 那么再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这一段文字描述 职责链模式 是使多个对象都有这个机会处理请求 我们公司接到了这样一个任务 我们从老板到项目经理 到这个coder 那么他都有这个机会处理这个请求 从而避免了请求的发送者 跟接受者之间的偶合关系 他不可能说 直接把这个任务 发送给你这个coder 而是经过这样一层层的这样一个链 讲这个对象 连成一条链 并沿着这条链 传递了该请求 就是一个公司接到一个任务 不断的向下分配任务 直到有一个对象处理它为止 这个对象就是我们这些苦逼的coder们 那么这个coder 处理了这个东西之后 结束了整个这个职责链 链尔东收到了请求的对象 要么你就亲自处理它 什么意思呢 项目经理你不干事 对吧 你把这个请求收到了 然后你给下一个人 那么这是你的任务 那么转发到这个下一个候选者 到我们这些coder之后 那么我们就要亲自处理它 结束掉这一个职责链 提交方它并不明确 有多少个对象会处理它 人家说让你做一个pb任务 不可能说 你们这个还得经过项目经理啊 还得经过什么客服美媒啊 还得经过coder等等 人家不care 你这个里边有多少个对象会处理 他只关心 你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结束 我当前这一个任务 任意候选者都可以想应相应的请求 比如说现在项目经理真的比较慌了 那么他甚至都可以把这个代码给写了 不用再继承到下一层的coder里边 可以在运行时刻决定哪些候选者参与到链中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任务真的完不成了 不可能把这个任务全都堆到我们coder身上 我们这个项目经理 他要去负责协调当前的进度 他要去找人 他要去跟boss沟通 以及等等 所以说整个职责链 它跟我们生活中这个职责链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 都有自己的一份职责 那么也都有这样一个链条 有些东西该我们做 有些东西又该我们把这个东西分发出去 大家学了这么久设计模式 我们至少讲了也有十节课了 每一节我们都是用这种拟物化的方式 进行了这种解读 大家要把这个模式啊 想象从生活中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然后怎么用代码把它去彰显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这个设计模式也就用的比较如火存青了 不要为了设计模式而去设计模式 而是真正的代码里边 需要遇到了你生活中遇到的这种问题的时候 那么自然的把这套模式给引进去 那么在我们的GS里边 我们早先就说过 没有一些关键字 也没有一些让我们实现特殊功能的函数 我们只能凭借我们对这些设计模式一个理解 把设计模式深深的烙在我们的脑海中 然后去解决掉项目里边实际的问题 那么大家把这幅图也要一直记到脑海里边 这个就是整个一个值得链模式的完整的流程 我们来学习一下值得链模式的作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值得链模式有哪些作用呢 大家来想想 我们用Dome进行这个MalPort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些类似于这个值得链的呢 我们向上不断的向翻阅的过程的时候 总有一个东西会处理我们当前点击这个对象 那我们MalPort这个过程跟值得链模式 是稍有一点点这个相似的 但是它又不是真正的值得链 比如说现在我们进行实践的MalPort 我们绑了两个元素 负层绑了一个 那么底层呢又绑了一个 甚至说你只给body或者document绑一个对象 那么在网页里任意的点击的时候 那么它网上进行MalPort 那么最后我们谁处理它了 是不是绑到了这个document上对象 进行了整个一个值得的处理呢 那么我这个dome树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点击任何一个这个节点的时候 它都有这个print 然后还有呢一层一层这个复节点 那么你网上找的过程中 每一个复节点都有机会去处理当前你这个点击事件 所以说我们这个值得链模式 在这个dome这个MalPort上 其实就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应用 那么设计模式有的时候 可能你用到项目里边 但是你并不一定有这种完整的认识 所以说大家要学 学完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你用到的时候 至少你要知道 原来我用到了一个值得链模式 那么这个值得链模式呢 又能帮助你感谢了哪些东西 那么慢慢这样的你去理解应用理解 才能把这个模式深入的印到你的脑海里 再来看一下 如果大家开发过这个node.js 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controller里边 有很多负责这个业务逻辑相关的操作 如果说你把这些逻辑全部都堆积在controller里边 那么你这个controller就废掉了 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要怎样啊 要把这个东西拆出来 做成一个中间键 然后这个中间键放到models里边 那么这些中间键 帮助我们当前这一个controller 去处理这些业务逻辑 那么每一个中间键 都有机会处理来自于客户端 这样一个请求 比如说我用controller 注册了一个A-B这样的URL 那么当用户访问A-B的时候 我里边有六个中间键 那么我这些中间键都可以去处理 当前我这个A-B的请求 我每一个中间键里边都有这个谁呢 request,repronse,然后还有nest的对象 那么这些东西啊 你执行了 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对象 或者说有一个中间键 你把人家这个东西给under掉 或者json掉,或者render掉 不管怎么样 你把这一套职责执行完了 那么我这一个链呢 也就终止了 但是前提是 发送者只有一个人 就是客户端 那么接收者就是整个一个 处于所有链中的 所有的这些中间键 那么这个中间键呢 你可以任意的进行拆组 比如说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 当我们启动这个app.js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load很多这种中间键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值得链模式 完整的应用 它呢 可以借偶这个发送者跟接收者 上一个我们讲的这个例子啊 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我们把所有的逻辑都堆积到了 直接落到这个发送者跟接收者之间 发送者是客户端 接收者是我们的node 如果说你把所有的逻辑都堆积到了 接收者里边 那么这个时候随着你业务的逻辑 越来越庞大 我们的controller代码就无法进行管理了 所以说啊 我们这个谁呢 我们这个值得链模式 就可以把这个发送者跟接收者之间啊 给进行无数的中间键的拆分 直到最后有一个人 能真正的处理我当前这个值得 那么我就认为当前状态结束 那么还有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JavaScript中的每一次点 它都是有代价的 要在必要的时候应用你这个值得链模式 我们都知道JS啊 如果说你真正的用了这种模式 那么每一次我都要点一下 对吧 比如说你这个给代替了我当前上一个faction 那么我再去点的时候 上你这个opposk里边 或者你这个对象里边 进行每一次这个便利的时候 那么我都会有一次这种性能损耗的代价 什么代价呢 就是我要便利你当前一个对象的所有结构 然后找到我所需 这样才能找到我当前这个对象 那么在JS里边又有一个比较头疼的事情 就是我直接掉faction就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这个值得链呢 所以说大家在开发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必要 去引入这样一个长长的链 那么这个东西尽量的就要把它简化掉 这个也是活学活用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把值得链模式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你项目中是否真正的有这种需求呢 或者哪里边你用到了这个值得链模式 那么在用的过程中 可以深化一下这个概念 而且让你用这个东西更活灵活现 然后更让它用的深一点 然后把它展开 然后你去搜一下值得链模式更多的这个思想 然后让你没有意识到写了这个代码 让它更有这个意义 我们来学习一下值得链模式的代码实战和相关的总结 那么首先我们来打开我们最常用的编辑器 SubLam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index.atml 然后放到桌面 然后我们建入一对SQL标签 好 我们来开发一下这个值得链模式 那么用我们那个拟物化的方式 我们来把这个值得链模式描述一下 首先我们是一个谁啊 是个老板 然后我们这个老板呢 他干什么 他让别人给了个需求 说要他写代码 for that 让他来写代码 那么这个老板他肯定不会干这个事对吧 所以说呢他只是接收一个相关那个项目 比如说让PHP这个语言 那么这个老板他接收一个什么呢 他要接收一个项目经理 因为他不干这件事 所以说当你找老板的时候呢 他要来一个项目经理 这个项目经理如果说找到了有这个项目经理 那么他就把这个项目经理啊 注射到自己的身上 好 现在我找到人了 他不干这个事 那么他身上去挂了一个这样写成语的方法 他找谁干呢 是不找项目经理干啊 他让项目经理去写 然后把这个需求呢 给透过去 那么这个老板找项目经理 我们就要给这个公司赋予一个项目经理 我们来一个项目经理 然后这个项目经理呢 他干嘛呢 他是要接收一个这个coder 他又不干这个事 所以说如果他发现了 如果项目经理里边找到了这个coder 那么他让谁干这件事啊 让coder去写代码 但是呢 这个又不能直接注射到他身上 要注射到哪儿去啊 要注射到他写代码 这个方法上 要挂在他的protype上 他接收到老板的需求 php 然后呢 他让谁写啊 让this点 他身上这个coder 来干这件事 他呢又不写 他把这个又给传去了 所以说大家看 我们是不是最后必压榨的 要把这个传进去 那么他干嘛呢 他要把coder啊 注射到自己的身上 好 那最后终于轮到我们了 我们干嘛呢 我们就是这个coder 那么我们肯定身上有这个写代码这个方法 我们coder.protype.write 他等于什么 我们等于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直接接收这个需求 我们就直接接收这个需求了 因为我们是写代码的 直接在我们new的时候 就把需求给我们 然后我们自己 开始写代码 然后把需求 拿过来 然后我这个里边 我最终把这个职责啊 给结束了 然后coding 然后加上 当前 传过来这个需求 所以用了一个 不好的关键字啊 好 我这个时候就结束了 那我同学说 那我现在想让你开始 我想让你干活 怎么办呢 我们得先找谁啊 先找老板 然后呢 再去找谁啊 找我们这个项目经理 然后再找谁啊 再找我们这个coder 那我同学就说了 那现在要干嘛了呢 要干一件事情 就是开始写程序 有同学说 老师最后一步啊 好像还没有明确 最终的这个需求 因为我们是把需求 提给谁呢 提给这个老板 所以说啊 我们这里呢 可以不做任何事情 我们直接在这个里边 去接收需求 我们等 我们先不干活 我们等这个最终 上面跟我们派下来的任务 我们看一下 如果 那么有人 给了我们这个命令 现在这个职责链 是什么样的同学们 首先我让老板 写代码 这个是我们的老板 老板写代码 老板肯定不写 那么他接收到了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 把这个东西 他也不写 所以说他要拿coder 那么coder呢 直接就写代码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 最终我们这个coder 结束了这个职责链 好 他说 andefend is not a faction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里边 有个问题 我们直接掉了谁啊 掉了这个coder 好 我们不怕问题就出现啊 我跟大家说过 在chrome里边 如果一旦发现这种问题的话 那么他这个报纸信息 你应该时常的总结下来 然后以便你今后再遇到这种问题 快速定位 以及打这个断点 这些都应该是大家最基本的开发能力啊 那好 我们引用了 这样一个 错误的东西 那应该怎样呢 是应该this点coder 它不是一个方法 它是一个对象 我们把coder注册到我们当前这个项目经理身上 好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好 最终他说这个 这 这又是一个undefined 所以说手写代码的时候呢 像这种IDE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看 coding php 那么整个一个职责链 有我这个发起者 我这个笔 我这次一个发起者 他来发起 然后谁来结束呢 由我们的coder 来结束 这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值得链模式 那么大家也可以就是说 在你们的项目里边 更加深入的去把这个东西用一下 平时这样折腾肯定是很无聊 为什么很无聊啊 我们直接newcoder就好了 为什么要经过这样一个旅程呢 对吧 我们直接找到coder 然后把这个需求交给coder 这个是要给大家讲述一下 整个这一个值得链模式 它相应的过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总结 这本套课程呢 我们学习了值得链模式的很多概念 大家应该掌握以下知识 首先知道什么是值得链模式 然后掌握值得链模式的作用 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最终掌握值得链模式的代码编写 你可以使用这些技巧 来改善一下 你以前的代码 来尝试一下 值得链模式到底有没有用 如果大家想继续提高 你可以继续在极客学院学习 加入script设计模式的系列课程 好 那这几课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